對 其實我也覺得這次的故事很精彩 因為其實他們就是回到了 去了未來 然後想要找出是誰偷了 哆啦A夢的那個小叮噹 因為其實他身上的那個叮噹很重要 是因為他可以呼喚很多隻貓 因為他本身也是貓 所以我覺得那個叮噹非常的重要 然後於是他們要找出是誰偷了那個叮噹 所以他們就到了秘密道具博物館 然後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道具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跟就是動漫迷們 一定會很喜歡這一次的內容 就是很萬能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從小 都會很希望有一隻哆啦A夢 對 所以其實我也是 就是每一次只要哆啦A夢 新的電影呢 我也都會盡心願支持 很想擁有復原光線 而且我是真的從小就覺得那太神奇了 所以我就是很想要有那個 然後再來也很希望有任意們 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花機票錢 就到世界各地 男友的身邊 其實我覺得不用任意們 應該很容易到男友身邊吧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因為這次剛好是因為 他的故事內容是在就是 秘密道具博物館 所以這次有特別多的道具出現 所以我覺得就是應該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歡 因為大熊太愛睡午覺了 我很怕他每天就這樣把生活都睡掉了 對 但是因為其實胖虎真的是很疼妹妹 就是故事中的妹妹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會很好很好的男友 今天看到現場那麼多真實卡通人物出來 很開心啊 因為其實我真的好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我好想要就是跟他們回家 所以可以每天跟我在家玩伴家家酒 而且因為我在家也會跟就是自己的 就是玩偶對話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他們還會動 我應該會每天都很開心 那情人節快到了 會想要跟男朋友要一個多愛夢禮物嗎 嗯 情人節喔 應該不會吧 對 因為情人節 因為我是不喜歡過情人節的人 對 所以情人節應該就是會在家跟家的人過 嗯